两岸交流30年回顾与前瞻研讨会上午在国家图书馆举行 蔡英文总统又亲自出席由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董事长许姓良 作陪同信场针对两岸30年的发展交流发表致辞 记者高冰原摄影分享 陆委会今天举办两岸交流30年回顾与前瞻研讨会 蔡英文总统在向大陆温情喊话 强调现在正是一个改变的企机 中国大陆执政党刚完成了党代表大会 进入到另一个全新的执政阶段 她呼吁两岸的两个执政党应放下历史包袱 展开良心对话 希望两岸关系有进一步的改善 这是中共十九大后 蔡总统首次发表两岸谈话 她首先提及老兵故事指出 在解言之前 因当年政府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 两岸往来不但是政治的禁忌也是违法的行为 但在1987年 一群来台老兵身上穿着写着想加二字的白上衣 穿梭于台湾的街头台北的街头挑战政策的禁令 蔡英文说当时民进党创党不满一年力量还很有限 却勇敢坚定的和示威老兵站在一起为他们请命 在探亲禁令解除前 民进党中常会就通过决议 主张两岸人民返乡探亲不应受到限制 应允许两岸人民往来交流 进而催化开放大陆探亲的重大决策 而这个决策也为两岸关系的发展树立了跨时代的里程碑 蔡总统强调这就是民进党以人民为本的两岸政策核心理念 她呼吁两岸珍惜30年前开放探亲为两岸关系带来的历史性改变及累积的宝贵成果 在既有的基础上共同思考 剥划未来30年两岸关系发展的愿景工程 两岸的两个执政党应放下历史包袱展开良心对话 造福两岸人民两岸领导人应并持圆容 忠道的传统政治智慧 寻求两岸关系的突破 为两岸人民创造长久的福祉 并永远消除敌对及战争的恐惧 蔡总统说 她一贯认为执政者必须以全体人民的利益作为施政的原则 而两岸关系要稳定发展 双方的执政党必须有所互动以及交往 增进相互了解 逐步累积信任 才能共同面对处理两岸交流的各种事物 蔡总统说 在纪念两岸交流30周年的此时此刻 虽然目前两岸关系维持了基本稳定 但我们希望能有进一步的改善 虽然两岸关系仍然面临一些不确定性 但维持两岸和平稳定与发展是最高共识 善意不变 承诺不变 不会走回对抗落路 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 是我们处理两岸关系一贯不变的原则 在互相不发展 在互相不发展 火力端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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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